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辆新全顺的房车 它是咱们阿尼亚基于新全顺中州中景的机盘打造 改装完成之后,长光高尺寸分别是5341-2032-2500 打开副驾,这辆车搭载的是2.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5速的手动变速箱 在原车收音机的位置,我们更换成了菲尼普的导航 原车主副驾为两个单座 中控仪表台沿用了原车内饰 咱们再打开中门看一下内部情况 左手边是一个橱柜 橱柜侧面有一个拓展的台面 下方是一个50升的冷层冰箱 在中门一侧,还有一个户外的拓展小桌板 咱们摁住卡扣,展开折接桌板 在户外操作,做饭是非常方便的 侧面还有插座,方便咱们去取电 橱柜台面上,咱们设计了一个圆形的洗手盆 隐藏式设计,增加台面利用力 中门对面是一个四人会客区 中间还设计了一个折接桌板 侧面有推纳窗,配备了内窗 上部是吊柜,往后去是一个12伏的便秘空桥 车尾是一个横床 对面是一个卷帘式的卫生间 既保留了过道,又具备卫生间的功能 使用起来也相当的方便 PVC的材质非常的防水耐用 颈部有一个带照明功能的双向换气扇 坐在卡座位置,看外部风景也是极好的 卫生间封闭之后,长光高尺寸分别是85x85x1米72 座椅采用米色和黄色的搭配,非常的温馨 卷起卫生间的卷粘,通过性是非常的强的 卫生间内部的温浴设施也是非常齐全的 亮色的地板增加了内部的视觉效果 卡座区域的侧面,还有德国水暖的燃油注射加热器的控制开关 车尾增加了一个外置的拓展灶台 拥有美食的雨型才完美 床尾左侧,设计了外置淋浴器 往左侧看过去,是我们整车电路系统的设计位置 内部有空气开关和控制器 检修和维护也非常方便 后横床的床板是可以上线折叠的 后横床的长度是一米七八,宽度是一米 颈部配备了一对漫步者的音响 黄色凤围灯搭配白色照明灯,温馨感十足 尾门自带锁扣,关起来也非常的轻松 这样一辆六座经典布局的新全村 您是否会喜欢呢?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或者私信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